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這位講者的身份非常特別 通常自稱為小弟的都不簡單 他平常扮演的是工程師 但同時也是日日春跟人民民主陣線的參與者 具有跨社運圈跟宅界的雙重身份 我曾經在分享G0V的場合提過 我們G0V參與者這一群人 打架打不贏 罵人罵不過 所以我們最好的位置 可能就是在後勤提供充足的軍需品彈藥庫 來助所有人 特別是公民團體一臂之力 那現在這位講者要跟我們分享的呢 就是將G0V的軍火庫結合社運的實踐過程 讓我們歡迎DDIO 大家好 我是DDIO 那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其實就是 基本上G0V怎麼樣和NGO一起合作 我覺得 我這邊先調查一下 你現在自己是技術背景或是設計背景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好 謝謝 那有社會運動或是NGO背景的 可以請舉一下手嗎 好 大概了解 謝謝 看起來大部分是技術背景 那基本上你們可以在G0V的RRC 或是在Twitter上面找到我 那一開始為什麼我會想要講這個主題 那其實我覺得像剛才孝仙講 其實我自己的經驗我覺得在社群裡面算是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我其實是跨了不同的東西 那第一個 如果今天講幾個關鍵字要介紹我的話 第一個 G0V 那G0V對我來說其實是這種開放緣碼的 這種協作的文化對我來說 G0V是這整套文化的啟蒙 我是從這邊學到這個東西的 那如果講社運的話 我不確定在場有多少人有聽過野草莓 那野草莓是我唸書的時候 就不小心跑去行政院那邊靜坐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等於是我第一個真的參與的社會運動 那我從那之後也就參與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對我來說這是我在社會運動的啟蒙 那在那之後我開始工作之後 我加入了日日春還有人民民主陣線 那也是我現在其實下半週主要活動的地方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講一下日日春其實是一個 它主要在做私信工作 尤其是這種底層的邊緣的 勞動的議題的一個團體 那其實最近也剛好有在牽涉到一些 古蹟還有土地文化資產 這一類的保存的問題 那人民民主陣線它是一個主要在推這種 全民來參政 然後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公共事務的這樣一個團體 對 那所以當然 底下我會用我自己參與這些團體的經驗來講 NGO和G0V的合作裡面 它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現在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那基本上我自己不會想要講一個 欸?這裡沒有記時間對不對 有喔 有 有 因為我看不到倒數 喔好 那 所以基本上我講到這三個的時候 因為我都講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我現在沒有企圖想要講一個 好像共通性的怎麼樣的東西 那這邊也要請大家多注意的 對那其實G0V做了非常多事情 那我覺得有參加G0V的大概 大概會知道它大概做哪些事情 這邊是我 呃 這邊稍微簡單的分一下Lail 那基本上有一個 呃G0V留的開放資料 基本上有資料的我抓下來 沒資料的我想辦法把你砍下來 那比如說這個什麼 呃之前很紅的這種開放政治獻金啊 蒙點啊這些其實都算 對那再來是 就是我有資料之後其實G0V也做資料視覺化 那今天其實有一些project 有一些講題也是講這個喔 比如說 呃可能之前的PM2.5 那最近比如說有這個 那種急診室的這個 這個即時資訊 對還有台灣公司資料 那再來我覺得比較特殊的是 他們從 G0V其實不只說虛擬 不只說網路上的喔 尤其是在318大家看到其實 G0V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確保當地的網路是可以通的 資訊是可以出來的 那也有做一點 呃也有做一些協助社運的 比如說在服帽裡面 我們會看到 你被服帽了嗎 這個網站 對那我覺得有一個 對我來說是我覺得在 呃 我原本想像的這種技術社群喔 竟然會想要做的事情是G0V大使 他其實在想的事情是 今天一個新的不熟這種開放緣馬的 協助文化的人 怎麼樣進到這個社群 可以一起合作 可以一起貢獻 對 那我覺得其實講了這整串 其實G0V的重點 並不只是寫程式 並不是寫出這些漂亮的網頁 我覺得這個社群之所以可以運作 它背後很重要的東西是 它是用開放原始馬的這種方式 在一起工作 它可以包容很多種不一樣意識的人 進來這邊做事情 對 對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今天我覺得 來G0V最危險的是你不能隨便抱怨 你今天只要抱怨了之後就被推坑 說 你抱怨了那你把你抱怨的東西修好好不好 對 所以你就會被 挖了一個坑跳進去喔 然後重點是要用開圓的方式 這樣其他人也可以來做 那 講了那麼多 其實 呃 這種跳坑和挖坑的 這個概念其實是 它可以解答所有問題嗎 那 我覺得 我覺得答案當然不是 因為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 G0V做這些事情裡面有哪一些 是運動團體或是NGO 有拿去用的 對 那 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可能會說很可惜啊 或是什麼 但我覺得其實 呃 這些東西 NGO很難拿去用 其實背後它是有一些原因在的 對 那 基本上我覺得 我就從剛才G0V做的事情來講 G0V其實最常講就是挖坑樹嘛 對 那 一個 大家通常會講挖坑樹的時候 其實背後有一些不同的概念在 其實是反映了這些結構上面的問題 那我覺得 我舉起一個例子 我們常常看到 最簡單的抱怨 我覺得那個什麼 某某某議題很重要 怎麼都沒有人做 有的人就會跑來G0V這樣子講 那當然我覺得G0V經典的反應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那你要不要進來做 對 那 但是我覺得 講這句話的背後 其實我覺得發話的人是有一個假設的 就是我 我把這個叫做萬能工具人迷思 什麼意思 就是 他期待的是有一個 我今天好像會寫網站 會有懂技術的人 其實他應該是一個全能的 我 不只要懂技術 我要懂議題 我還要想到這個東西怎麼樣呈現 其實 全部東西是連起來的 那 但是其實 重點 這個時候 我們不應該期待一個 只是會寫詞人士的人 應該要懂所有的東西 懂資料的人 其實應該要進來 那其實你今天 懂資料的人 如果你不進來 只是在外面喊的話 沒有人 不是沒有人會來幫你 就是 你要進來跳 你要畫黑PAD 那沒有人才會進來幫你 對 那第二個是 再來可能比較進階一點 這可能有在看 Follow G0V的東西 其實大家看到G0V做資料視覺的話 就會開始抱怨 你只是把資料放出來啊 然後只是畫畫圖 有沒有人會懂啊 對不對 那個圖還是不好懂 那 對這時候G0V還是一樣 萬用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你是不是懂資料 懂資料的話 那你就出來 幫我們把資料好好的分析啊 整理啊 對不對 做一下這些 做一些這些資料科學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背後講的事情是 我覺得開放園馬裡面有一個非常 非常目標 理想的假設 唉唷 不能說理想 理想有點負面 但總之呢 是 我把這個叫牧羊少年的迷思 對 就是 什麼意思呢 牧羊少年面有一句很經典的話 當你一心一意的 想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全世界都會來幫你 那 有時候其實這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 你今天來了 G0V 你Folker的一個project 你可能寫了一篇黑PAD 但其實 不一定會有人來幫你 什麼時候不一定會有人來幫你呢 我覺得 如果放在我們社會運動的脈絡裡面的話 很多的社會運動的議題 不只是像318 不只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同志婚姻這種 其實好像大家很有共識很主流 我們有一股衝勁想要把它做掉的 那其實很多的議題是 它可能很冷清很困難 可能是爭議的 那可能是被其他比較有名的議題排擠掉 我去寄個例子 那我覺得現在可能很難想像 像10年前那個台北市發生一個農安基烈同志烘啪的事件 你如果放在現在台灣 哪一個媒體敢這樣 哪一個 有什麼警察單位 有什麼媒體 敢這樣子大肆報導一個同志在家裡看烘啪的事件 當然現在還是有 但我覺得那個程度已經 和以前差非常多 或是比如說今天我們講 現在好像大家覺得同志婚姻是一個共識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講其他更冷門的 像比如說現在遊行在處理的 比如這種用藥的 或我想要做多人成家 這種事情其實我覺得 因為它的關注是少的 它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有爭議 那這種議題你要怎麼樣 真的找到人可以進來幫忙 它是不是可以用網路的方式 其實讓這個議題更 讓更多人知道 可以有更多的討論 我覺得這其實是 這一個就是 這個牧羊少年迷子在處理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 那是不是一定要寫程式才來居領域 那當然不是嘛 對其實我覺得居領域在這邊 處理得非常好 那我們有居領域大使 其實我們這邊是來幫你 幫新來的人 讓你知道我們的文化是什麼 讓你看清楚問題 讓你有辦法 可以提一個大家可以做的東西 那這概念其實是什麼 這其實是一個案主的概念 甚至提案和接案的概念 那所以我覺得講到這個 我們前面有萬能工具人迷思 這裡其實有另外一個 就是萬能按主迷思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是按主什麼時候 有那個能力 可以把問題定義清楚 定義到是 讓大家可以來接力做的 我覺得有很多時候是 但有時候 它不是那麼一定 那如果我覺得有一個情況 如果今天我們想做的 其實就是我們在想 怎麼樣用網路的方式 來搞社運的時候 當工具本身就是那個問題的 一部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 習慣傳統社運方式的人 是沒有那個能力 來把這個問題定清楚 但是你不定清楚的時候 其實Ginnibee的其他人 是沒有辦法進來幫忙的 當然我覺得開源文化 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更重要的是 我們能不能把開源文化 這種方式 拿到解法裡面 讓它變成解法的一部分 對 那 對 那我覺得 接下來要講的是為什麼 對啊 那我們就說 那反正你NGO 就用那個開源文化的方式 進來Ginnibee提案就好啦 但其實我覺得 卡到我剛才講幾個迷 是有一些在處理這個 那我就先講一下世界的形狀 我們這個 現在台灣到底為什麼 會有這個 這個可能宅界比較看得懂 就是這是一個Android的架構圖 那好啊 那個看不到人不要理它 對我想講的只是呢 我們 其實這個世界有一些東西 其實大家共通的 那有一些東西呢 其實是彼此 獨立出來的 彼此獨立出來 比如說Library Library 彼此之間不一定會有關係 但是他們都是基於Colonel 好好好 不要講這個 好 我講 我講那個大家聽得懂 對 那什麼意思 我這邊舉兩個 我覺得這邊 比較相關 第一個其實我們現在的社會 其實資訊非常的過剩 其實大家都在找怎麼樣 來處理這些資料 那我覺得你今天說Big Data 你今天說資料視覺化 你今天說開放資料 其實很大一部分 在處理這個問題 那再來是 基本上我們 現在有一個還蠻好的共識 就是我們的不支持度 非常的高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今天罵政府 你今天做這種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說 我要把政府砍掉重練 這種事情 其實它是比較容易被講 被接納的 這在以前的社會 不一定是那麼的真 但是我覺得現在講這件事情 相對容易非常多 那現在我們來看個別的 其實開放圓馬社群 是一個在台灣 不管在台灣還在世界系 它發展都已經非常久 它有自己的脈絡 有自己的文化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那種開放圓馬的合作方式 其實都是 在台灣其實也有非常多的社群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好的技術 可以很快的做出很多 其實還蠻有趣的東西 但我覺得反過來說 NGO和社群團也是一樣 它其實是跟著台灣的社會 慢慢長出來的一個東西 發展了其實也是非常久 那我覺得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兩邊各有各的體系 你今天要說 你NGO來用G0V的方式 提一個案子來找我們合作吧 我覺得先天上有困難 因為其實它本來熟悉的語言 完全不是這樣的東西 那個東西不是 你今天很快的用半個小時或什麼 就可以來解決的 對 那當然G0V會說 那你要不要來提一個解法 Folk一個解法吧 那我想說的是 其實Folk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Folk是你複製一份出來 那我想說的是 這件事情其實是要改變才能做到 什麼叫改變 其實是G0V和NGO的人 都需要改變自己的習慣 弄長出一套新的方法 我們才有可能合作 對 好 那這邊講 大概兩種模式 我覺得基本 它大概很難拖這種 暗主和激暗人的模式 那現在有兩種 基本上你要不要暗主 對 晉級的暗主 那這邊不是我今天要講 那基本上我們在四樓 有土地中的攤位 我覺得小澤是一個 我在G0V裡面非常精簡的例子 它自己不是技術人 但是其實它用自己土地的專業背景 其實在G0V做了非常多 就是非常讓人驚豔的事情 那我這邊要講的 比較是晉級的激暗人 比較是分享我今天的經驗 我怎麼用技術人的背景 進去到NGO 然後來讓這邊的人 可以更熟G0V的東西 讓他們有這個能力 可以來G0V提案 好 我覺得先從2012開始講起 那時候我剛加入日志村 那個時候日志村有一個 我蒙了我古蹟的這個案子 剛好在抄 我進去的時候其實沒做什麼事情 我沒有寫程式 我沒有做任何和技術背景相關的事情 我那個時候進去的事情是 其實我們的目標是 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我們蒙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 學歷史 學日志的歷史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再花了半年 其實那個時候 念了很多東西之後 我們開始做導覽 那當然 同一年的年底 其實是第0次的黑客宗族 有人有印象的話 那我覺得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開放員 其實我那個時候 印象非常深的是 我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提案 我就跑過去找那個提案人 說那個我對你的案子有興趣 我能不能跟你聊一下 結果那個人回我說 噢 你可以在IRC上找到我 那 這什麼意思 我已經站在你前面 然後你跟我說 你可以在IRC上找到我這樣 我覺得 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有衝擊 就是 為什麼 就是我已經習慣 志日春這種非常實體的 與人對話的 這種面對面的模式的時候 突然 對 當然現在GP不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 這是一個衝擊的很好的例子 我覺得這是當你不習慣這種網路的 開源的文化的時候 你會面對到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覺得2013年 我當然去賽志日春 我除了做導覽 做什麼之外 其實 的開始跟志日春報應 我覺得GP也好跳通 就是他們的報告都是 我可能講五分鐘之後 我就可以做一個project 那當然我覺得 這是開放緣碼的一個特性 我覺得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就是叫那個 粗略的共識 進擊的程式 那這邊我不細講 對 但是我覺得後面 當跟志日春比較熟之後 你會發現 志日春其實 不是7年 就是可能17年 不好意思 17年的資料全部都沒有備份 只放在一顆硬碟裡面 就是那顆硬碟壞之後 你就煙消雲散這樣 所以就開始做一些這種基礎建設 你要有NAS 你要有RAID 你要有資料備份 什麼的 那後來我覺得 開始一起辦活動之後 就是說其實你們今天 不用用這個Word這樣 Email傳來傳去 對 你今天在Google上面 開一個Google Doc 或是你開一個Hairpad 大家一起在上面寫東西 其實就會很方便 我覺得那個時候 開始慢慢有一種 就是我覺得 社運團體裡面的 我不用講對外宣傳 我覺得裡面的工作 是需要網路化的 那我覺得接下來的2014 就是318 那318那個時候 我也正式的 就是這邊 跑到民政那個時候 擺了一個攤位 我也在裡面幫忙 把基礎的建設 比如說網路啊 那也把臉書 然後也把直播全部弄起來 那補一下民政 民政其實 因為民政是一個非常 老的公運企家的團體 所以其實裡面真的 大部分人都不太懂網路 那基本上能用LINE 就已經非常厲害了 這樣子 所以就我覺得那個時候 對他們來說 你今天可以搞直播 然後可以隨時把這些東西 更新到網路上 就是一件 哇 劃時代的發明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是 從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 非常明顯 其實社運團體開始 意識到其實 欸 聽說網路很重要 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都 聽過這句話 也聽說網路很重要 我再不做會被幹掉這樣 但其實你跟他說 欸 你知道網站和部落格 有什麼不一樣嗎 他可能就是說不太出來 就是 我會覺得有很多 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知識 和共享的東西是沒有的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五月的時候 我們在民政成立了一個網路組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 這邊我覺得是和一般的單位 想要搞網路的時候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那個時候 決定了三個 三個民政網路組 只要的任務 那是有一些順序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覺得是 對內要推這個工作網路化 為什麼 就是我們覺得 當你今天在講 我們要真的在網路上面 好好搞一些有創意的東西 好好真的讓大家能討論的時候 其實當你今天裡面的人 根本沒有辦法想像那個網路 你根本不懂那個語言的時候 這件事情完全沒有辦法發生 所以對我們來說 搞內部的網路的組織 就是讓大家懂這套東西 其實是最重要的 再來是發展網路工具 最後才是宣傳 所以你說今天什麼 臉書啊網站啊部落格啊 就是 欸 不好意思 其實到現在沒怎麼用這樣子 對 好 那我覺得 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一開始我會說 欸 我看大家也是 比如說開會 或是統計資料 就會把那個Word 或者以Sale 這樣子用附件寄來寄去 那那個時候我就說 欸 其實大家可以用那個Google Drive 那聽起來好像還蠻簡單的 但其實沒那麼簡單 就是 民政其實是一個有50個人以上 而且大概裡面有15個小組 這樣的組織 其實其實裡面的那個人的關係啊 分工是非常的糾結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說 好吧我們用Google Drive 看Google Group 來控管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不能 它不是完全開放 它要有一些全線控制 那你要怎麼樣用免費 那架好之後呢 欸 我訪談了 那有回饋了 做完沒問題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後面那個災難救援 就是當今天 有人把這個東西玩壞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喔 那對我覺得玩壞 對我來說我覺得最大的意義 不是說修這個東西很浪費時間 而是讓大家知道 欸 這東西玩壞好像不會出什麼事 對 我覺得對很多 跟網路不熟的人 就會覺得你今天好像 我不能弄壞什麼 所以就會不敢用 對 那我覺得這個概念 很像是幫人家修電腦 你知道就是 欸 我電腦壞喔 我有一個什麼問題 我跑來幫你弄 這比較有點像客製化的這個概念 那但我覺得 和修電腦不一樣的是 你今天讓他們學了幾分鐘 我覺得過了一兩個月 今天他們會直接在email裡面說 欸 我把檔案放在哪一個link 請大家直接來編輯 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非常開心 而且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更開心 我覺得幾個月前 那個連勝文 欸 不好意思 那個有某個候選人的那個 突然出了一個新聞嘛 就是說欸 那個我們網站被hi 結果其實是一個google的分享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欸 恭喜民陣就是 那個資訊的能力 有瞬間超越了車輪檔這樣 好 那其實我覺得接下來做很多事情 那我覺得不只是做內部的這種賠利 其實開始對外 就我們要 因為我們其實重點是發展 那個網路上面的民主怎麼樣來做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那其實討論討論之後 最後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回到G0B的 我們可以 我們把我們討論的成果 拿來和G0B的動民主和所有人分享 那我覺得其實是一個蠻好的過程 那剛才聽起來好像還蠻順的 反正就是我這樣子在推啊什麼的嘛 對不對 但其實不是喔 我舉一個例子 像我覺得是我們那個時候 我問了裡面一個人 因為其實民陣很窮 我說欸 為什麼你不要搞公益責信啊 就是把大家這些捐款 透明化 讓大家知道你要花什麼 比較好募款 那個時候我覺得他問我 反問我一個問題 你覺得搞錢和搞人哪一個比較重要 對 那我覺得 這問題當然談起來很複雜 但我覺得重點是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用自己外面的人 用這種技術的人的想法來想NGO的時候 其實是不夠的 我們真的有問對問題嗎 那我覺得是 你今天沒有進入運動者的邏輯的話 其實你 你一定要進入他的邏輯 而且你一定要問 你才有辦法真的找到那個問題是什麼 對 好 那 那 那 我覺得剛才經驗很快的講完之後 後面講幾個 我覺得那些經驗對我來說是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常說沒有人 就是G0V非常會這個推坑術 那我覺得其實沒有人有時候也需要 就是反過來被推坑一下 什麼意思 我們常常會抱怨說 那些就是這些搞社運的 然後搞NGO 其實都不懂網路 對 那其實這個轉化成那個G0V的語言 就是 欸你們怎麼都沒有人在做資訊話 那還是一樣 就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吧 就是 對你如果真的發現有一個 你認同的 疫情你認同的社群 那他們是沒有人在做這些的 那我覺得是可以進去至少從 從義工開始當 從任何方式進去接近 那我覺得是 都可以有機會可以幫他們做一些事情 那 對 你願意當NGO的沒有人嗎 對 那再來喔 是我覺得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要透過 我們在網路 讓大家習慣你用網路來工作 讓大家習慣你用網路來幹嘛幹嘛 的時候我覺得這種事情才有可能 對 那你要培養伐木工的話 基本上如果他連網路到底是什麼都搞不清楚的話 我想大概也很難 對 那 對 好 那 我覺得這個有點是偷我們在做那種下田野的梗 我覺得是我們每一個人對這種社會運動 對NGO可能有很多的想像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 而你真的你只有自己進去看那個組織的狀態形狀長什麼的時候 你只有去經驗那些沒經驗的人 沒有網路經驗的人 他們在想什麼的時候 你才真的有可能去想長出那一個說 我覺得其實兩邊怎麼合作會比較好的這個理論 那 我覺得進去有一點是這個 你要有一個自覺是我自己要先認同這套東西 我先是一個運動者 然後我才是一個工具人 那 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 當你今天說我要改變NGO 我要改變這些社會運動者的時候 其實重點是 那個東西是需要信任感的 你是需要互相負擔一樣的責任的 所以你要改變別人之前 其實你自己必須先改變 讓他們願意認同你說 其實你跟我們是一夥的 你今天不會說我今天放了話 做了什麼事情就跑了 對 那基本上我覺得 那個東西當然有的可能是比如說是加入 有的可能是義工 可能是其他的合作方式 不一定是要像 我這種就是沒事就會跑過去的 比較深的參與的方式 對 那 基本上這是一個就是先砍自己一刀 就是先改變自己 對 然後才改變組織的 這樣一個概念 那你說怎麼開始 我覺得 最簡單的你 我覺得看你有什麼認同的議題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先從義工開始 可以先從其他的 比較輕鬆的管道開始接近 我覺得先了解議題吧 就是不要先覺得 欸好像他們技術上面 什麼什麼沒有做 對 那 我就可能 我不確認是不是很多人的那個 那個 那個傳言 聽說社運線很複雜 這樣好像 那個組織之間 彼此有彼此的 這個 這種 愛恨情仇 那我想說 其實那個 開元界大概 大概其實社運圈的複雜 可能就跟開元界的複雜差不多 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政治 那 只是 你可能變成是要找的是一個 你真的 你不是只是談我們今天運動的目標是什麼的 團體 而是你真的願意去談 團體 談這些政治的 這些團體 那 就是 那當然你如果真的有辦法進去之後 我覺得 既然 身為一個專業的宅宅 那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你變成運動者之後 記得自己是 工具人 記得把這些運動者 把NGO的人們帶回來居領域 讓他們可以用居領域的方式 來工作 來參與這個社群 對 讓真的社運議題可以 我覺得 在這個世代還有機會繼續 把它能量擴大 那 對 我覺得今天早上原本 很多梗都被那個 早上Keyno說完了這樣子 那 但我覺得還是要 就是鬼打牆一下 就是我覺得工具人是有政治性的 什麼意思喔 可能有的人聽過那個 工具有政治性嗎 這篇文章 那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 這篇文章 那我覺得工具人是有政治性的 你今天 設計的每一個網頁 每一個步驟 其實他本身有一些預設 他可能就排斥了 有的人能進來 有的人不能 有的理念 被設計在裡面 有的不是 這個意思說 其實工具人是 最有能力 來操控這些東西的 不要覺得 好像工具就是一個 網頁就是一個 中立的東西 那 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在任何的團體裡面 都有那個權利是可以講話 可以互相影響的 不要把自己只是當成是一個 被人家指派做事情的那種人 因為其實 工具人的那一個影響力 遠遠不至於此 那最後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 參加社會運動裡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不只議題打輸打贏 哪這些我覺得 可能是其次 最重要的其實是 我到底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改變了自己多少 我更了解了這個世界多少 那 對我來說 這個才是運動裡面 最重要的事情 對 那我今天 就先到這邊 謝謝 好的 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我想請問現場觀眾 對於DDIO的分享 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現在現場提出來 這個機會也是非常難的 因為我們很難在那個街上 隨便抓一個人 他具有這個雙重身份 然後就在現場 然後接受大家的拷問 好那個後面這一位 那我們請這個 抵一下麥克風 大家好 我叫戴雨慧 是教大傳科系的 那我自己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參與 類似學運型的社團 那其實社會運動 它是高度政治性 有時候就是 很多的決策 是比較內部的 那其實它也 甚至裡面的成員 可能也都分一層一層的 那想請問就是 你怎麼去贏得這樣的一個信任 那以及當中的一個磨合 因為其實就像你講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我們是火星人 就是很多東西都不太會用 還有人說 會用LINE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好 大家不要笑我 然後 那所以想請問你說 就是第一個 是怎麼去跨越這樣的Bridge 建立雙方的一個信任 那尤其像明正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 就是你一定是要相當贏得信任感 才能進去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當中的主要的磨合的挑戰是什麼 謝謝 那我覺得 我回答的可能就只是我自己的經驗 那我覺得其實 如果要說在志志村和明正的話 因為其實像 我覺得志志村的特殊點是 其實它是一個很喜歡去處理人和了解人的團體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團體拿到信任感的方式 其實不一樣 那我覺得在志志村的脈絡裡面的話 其實是你願意真心為這個組織付出 其實那個東西是看得出來 就是你願意學多少東西 你願不願意和人家談 比如說 你願不願意和人家談 比如說這些議題 我覺得 至少對志志村來說 用這種方式進入的話 其實就是夠的了 但是我覺得其實 你要說 信任的話 我真的覺得 因為每一個團體的那種方式其實不太一樣 也有的可能是 今天把義工抓來之後 那你可能覺得 你可以多發展 才讓你多發展 我覺得不知道 但我覺得至少我自己的經驗裡面是這樣子 至少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的 還有哪位想對DDIO提出問題 這一位 那再麻煩我們助理 遞一下麥克風 我想請問講者 剛剛您是從一個技術資訊人的角度 跟現場觀眾建議 如果你要找一個你可以奉獻的運動團體 然後就可以去當義工做等等 但是我想問就是從運動團體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去哪裡找像你這樣有高技術能力的宅宅 又對我們的議題有興趣 因為你知道像我們如果要找美編 找什麼其他工程師 那個都是好像已經很戲以為常 我上美編 找美編可以找黑秀網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要找一個有技術能力的宅宅 那個也是要去哪找 所以你也是那個 其實你是什麼團體的 我們是做圖育跟長照的 我覺得 就是說實話現在名字裡面也只有我一個宅宅 那其實我覺得很難沒有錯很難 那我覺得 你說我們現在想的方式其實就是 把人帶來G&B 或是如果今天你身邊沒有宅宅的話 那就是冒險來一下G&B吧 基本上 對 兩個月都會有一次大的黑客搜 那我覺得G&B至少現在文化是還 滿願意接近這些不同脈絡的人 那基本上會願意跟你說一些事情 對 我覺得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 最方便 而且我覺得 是比較能夠持久的一種方式 對 哇 突然大家有比較多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在現場再開放一個 因為我們結束之後 還有一些時間交流 因為我們下一段的時間 已經要準備開始了 那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哪一位舉手比較快 這一位 DJIO你好 然後想說 因為你一次或是已經持續參與NGO這麼多年 所以就會很好奇你心中是有一個什麼樣的理想 讓你這樣一直燃燒 然後你有就是 有想到一個更高理想的層次嗎 或是想要達到的境界 進界可能不敢當 那我覺得 我覺得兩部分 一部分是議題 一部分是這個組織對我來說是什麼意思 那我覺得議題的話 我自己本來從大學就是一直做性別上來的 雖然我是念志工 但其實我自己也是念性別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日式春的性別的 而且是非常有階級意識的這種東西 對我來說是非常 對我來說是一個我願意投入 長期投入的東西 那第二個是我覺得 那個組織裡面的文化其實日式春相對來說 日式春和明珍相對來說是 願意好好對待每一個人的 對我來說這點還蠻重要的 那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那我覺得可能你想問的是 今天怎麼樣找到 那我覺得可能很多技術的人 會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今天 好吧我今天怎麼進來一個NGO 那我覺得是可能有很多的方法 那我不確定如果有人 有蠻多人有興趣的話 其實像明天的on conference是一個機會 或許我們也來弄一個 就是來弄一個station 或是等一下可以再找我聊 對 好謝謝大家 謝謝 小謝 好因為我想DDIO 它會在這整個主題結束之後 還會繼續留著 所以想要繼續交流的人呢 可以在這整個主題結束之後 繼續來交流 那在進入下一個時段之前呢 剛才我們有突然得到一個贈送的內容 就是因地拉地要多說幾句話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有位老師的提問 我覺得我回答得還不夠完整 就是直播的媒體跟傳統網路的新聞媒體的差別 我覺得最大的決定性的差別 是在於直播的媒體 它對於正在發生的運動 有造成改變的可能性 因為你在看我們直播內容是發生在當下的 那運動有時候你多幾百個人去現場參與的時候 可能狀況就不一樣 那如果我們是看回顧性的報導 或者是段落性的報導 然後那你在看到那些內容的時候 事件已經結束了 那除非時光機被發明出來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再看事後的報導之後 再回去現場 然後促成更多的改變 那318的晚會大家也只是 一開始也覺得是晚會 然後佔領被清場之後 半夜就可以去吃宵夜 但沒有想到持續的24天 那因為半夜都有很多源源不絕的人 就是補充兵力 看著直播就補充兵力到現場 大家是這樣 好的 謝謝 好的 謝謝